来自六年的古葬男孩林伟勋 过去参加到世界各地各种比赛 举到美酒的中行 今年在多地在英国世界各种大赛 举到其中一座的金种 这款小时团回来 地方都很开心 这是用台南的橘子 然后跟明蒙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有加入台湾的威士忌 然后跟茉莉花跟玉茶 然后下去做很像香水般的果酱 然后这次跟去年一样是报名 使用酒类的食材组 就是要用酒类去加入到果酱 然后就是很开心可以在 三四千罐的果酱之中 然后拿到其中一个组别的金 今天上午鲁亚古葬会 特别要查到林伟 宣告鲁亚国中来跟小孩做歌唱 南市府鲁亚公司也有很多民伟代表 也趁机会教堂来赠王爪 恭喜他再度得冠军 其实在我们的认知教育理念跟食农教育里面 我们就是说传承 那伟勋就是把他得奖 这做果酱的技术 然后交给我们在地的国中的小朋友 那也刚好是因为母亲节到了 所以我们就用在地太康有金农场的那个桑盛 然后做果酱 请他教小朋友亲自做果酱 然后要利用母亲节的时候 把这个果酱送给妈妈 做一个爱心 做一个孝心的传承 还有也顺便做一个大家对伟勋的祝福说 祝福他在未来的果酱之梦 走得更长更久 林伟勋表示这回歌唱是用茉莉花 绿茶 威士忌 又加上台南的甘米和雷榜 七条唱百代才煮出最好的煮味 这回到这种非常欢喜 未来也会继续导游演发 让歌唱有更多的可能性 不过她是某种的 完全没放在这种ποι段 是十分之什么 那么就把这个人当交到 我们不过来